那是一个我奶奶上去玩 天使都不一定会被压的队伍 是 对不对 那这个阵容两边这种选定 RG这个阵容的话 非常的平滑 说实话非常平滑 而且前期进攻性 比FUNPLUS强一些 是但是对于FUNPLUS来讲 这个阵容首先 比较重要的是 它有一定的线权 其次就是当有线权进攻下 南枪又可以很舒服 然后这个阵容打团 比起前两局来讲 都要更加丝滑 就是卡尔玛配这种 南枪艾西河天使的团战 各种拉开 各种丝滑 各种加速 RG加油 FUNPLUS加油 好 今天的最后一局 也是第五周的收官之战 RNG队上FUNPLUS比赛 双方在第一局 以及第二局 当中各赢一局 选择了最为新颖的 泳池派对 辛德拉 辛德拉在 10.13版本 也是得到了一点点削弱 设计师也明确表示说 不会削的太多 让这个英雄上场 他的Q技能的蓝耗 是一级 现在要耗费60点蓝 原来高了20点 也是让他前期在对线的时候 不会像原来一样 有那么好的持续压制能力 那这样 对 尤其是前五级吧 对 不能乱用Q了 上下刚才也看好 是一个整体的平滑的路线 这盘FUNPLUS 我觉得压力最大的 应该是汉子哥 就他对位是没压力 但是他的一个 怎么说呢 他的一个 carry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就很需要他来C 是 因为从BP来讲 FUNPLUS已经牺牲了很多了 拿了泰坦 提前暴露卡玛的一个位置 中辅都已经暴露出了很多东西了 然后又搬了很多杀路 你想熊 鳄鱼猴子都被搬了 这盘就看汉子哥的了 那反观RNG 怎么说呢 我觉得把宝压在了多点吧 上野斧的开团 中野的节奏 包括AD的也有个大合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方式 去应对这场的比赛 删呀 删呀 虽然是进战也要删呀 哎呀 删 删得好难受 下路对局的话 色踢打 泰坦是优势的 但是一级的话要稍微稳一手 主要一级厄飞刘斯太弱了 厄飞刘斯一级是全AD最弱的AD 无技能忍 是 哎那我觉得 想一想有没有比他还弱的好像是没有 我不想想 我就没有 我也不想细想了 是真没有 无技能忍 这盘第一条封龙 对于方帕拉斯来讲我觉得很关键啊 就 盲森和辛达拉包括色踢六几之前 方帕斯利用下半区的一个线权包括南枪的主动权 把这条封龙弱下来的话是非常舒服的一个节奏 看下这里 不要上野区了 独音币带着小天来了 找到了 小龙宝这边打得非常快 而且是先一步天音波到了下面的石头人 就差个三秒钟吧 我觉得 我觉得一秒钟吧 但是一秒钟也是拼惩戒嘛 就是如果到了提前三秒钟 兄弟们都到了可能盲森有危险 小龙宝也刷得很快 失之交臂 小虎这个皮肤好甜啊 我第一次见到辛达拉这个装备 不这个皮肤这么甜的 一般都是那种很冷酷的 还行吧 这勇士派队不都是这个风格 是的 视野看到了 可以兄弟们赶紧买啊 对吧说了这么多 也是一个和之前很多的皮肤 风格不一样 风格差很多的一个性价比很高 反差嘛 小天就在边上 这位置感觉小虎可能要被打闪了 回忆一下 这个小走位 但还是危险 闪肯定是要闪的 我说的是小天那个小走位 这闪现捏漂亮 林文响反应非常快 这波也是 没有给小兵反应的时间 因为 没有给小兵捏到自己的时间 因为是 灵光披风直接闪上来的 注意力非常集中啊 刚才如果一到的话 你是还要交闪 而且可能打到死血 对现在对不对 主要是芒僧在后面 对 海克斯闪 闪上来 发现 不行 睡明 定 找好勾进来 万豪这边先打余震 抱歉 带的是风旗 是太太这边先打余震 万豪刚才这一下也是被勾进塔之后 赶紧先打E 然后让自己 往外跑 是 下路这边对线 六期之前就很能打起来了 上路这里 我没撞起来要被白打一套了 虽然 汉子哥删的很爽 但是你有这边 补到落后有点多 你有这边补到好多呀 怎么回事啊 好多呀 领先十刀兄弟 感觉汉子哥一直想 一直想删 想删巴掌 对想删巴掌 没删兵了 又来了 在草里过来 太坦一勾勾到墙了 这一下有点小乌龙啊 被套了点燃之后 蓄力蓄力轰拳差一点点伤害 刘青松也气不过呀 你一直牵手我 我也想尝试一下 刚才即使勾到人 其实也要承担风险的 因为不知道小龙宝在哪 但起码勾到能触发余震 是 不会这么惨 是 所以说也是有脾气的 思少 那这样这波下路对线局势来讲的话 RNG可以低身控制他龙 对于方帕斯来讲很不舒服 因为这个阵容 BP的时候也讲过 RNG这个阵容最强的时间点 就是中期暴团控龙 所以说第一条龙打下来 这里 小天这里有闪的了 小天打出了下面猛冲之后 被疫情捏回去 但是没有进入到晕眩状态 但是阻止了对方打龙你别说 小天这里 很灵性 很灵性 一波威威救赵 是 但是牛已经徒步下来了 这龙早晚还是要打 早晚嘛 但是小龙宝又去打石头人了 还是要等一手 但是这里想等一下 看能不能开一下独云币 独云币感觉不好抓 有闪的 递一下闪也好的 能不能逼出来呢 还是没有 不行不行 哦 音笔哥这里出了个圣杯啊 扛伤害能力很强 有魔抗 对没有圣杯的话 感觉真的要交闪 那这样风龙 看一下两边都不想放啊 这条风龙确实很关键 虽然是一条龙 很多时候都误伤大家 但是这场 我觉得对于节奏来讲是很关键的 看一下小龙宝这里 要放了下路不在 中路也不在 不想冒险啊 小明这边也没有办法抢啊 嗯 对吧 他也没有任何手段去抢 这样 最终移花接木之后 这个龙还是被小天拿了下来 是 那对方帕拉斯讲 喘了一口气吧 就这是一个很大的伏笔 就很多时候 可能到了中期安基小姐团的时候 方帕拉斯觉得 那个龙魂往后延迟的情况下 可以让天使到16级 而且小天这一局在野区 确实因为线上兄弟们打的 这个有线权自己舒服啊 你看母刀等级 都领先 是 小龙宝去下路 东了两手吧 没做到事 对 做到了一定的事 就本身寒冰加太坦感觉 自己打优势 但是被反推线 但最终小龙还是没拿下来 我觉得小龙宝 虽然他丢了很多刀 但是他为这个风龙埋下很多服 但是龙没了 对龙最终没了 对他来说是非常杀 他一直帮下也是想麻 这是他风龙帮 上路这边奥恩也没大招 也没办法动 下子也没有六几 是的 下子刚才也是被假眼看的 那中路小虎这边闪现差20秒 看一下 刚才小天也没有去一场 小虎 小虎下个小天好了之后 感觉可以主动去做事了 哇 这个上半区又是因为奥恩 没法推线现在 而且方帕斯双组先动呀 所以说这个先锋 应该是能先拿 那这样RNG前面 让两个这样的资源就很伤了 因为本来就像小短说的 其实这个龙应该是RNG拿的 这下子确实是因为天使 一直在推线你没办法 虽然RNG这个阵容 中期能力非常强 后期也不是很虚 但是 前面对线推不过呀 而且有一些隐形的进攻压力 就有一些隐形的进攻压力 还在RNG这里 就在天使 天使这个上限 确实要摆在这儿 但我觉得后期我说什么 真的不好说 就虽然发帕斯多合 但我觉得RNG到了后期 真的没问题 可能是哥菲六四的魅力 我比较看好的菲六四 打这种脆皮阵容 而且 的上限也很好 是 而且我觉得还是因为 左边确实你的论主攻性 更强一点 是 但不管怎么说 有些稍微的隐形的压力 还是在RNG这边的 极菲换一套血 这波牛打得很不错 那回事还是要拍 但确实这场这个补刀 汉子哥有点 汉子哥太想拍了呀 有点输 最近几场 其实汉子哥对线补刀都稍有点少 可能 在对线的状态调整来讲 没有达到自己的状态最顶尖吧 因为你一个上单拿到 counterweight的情况下 很多时候的一个上单 如果发挥的很顶级 你又能压塔皮 又能压补刀 又能压状态 散压 比如说帅哥状态好的时候 是 打起来 但是这下意思开不出来 焦大招想杀了 这我觉得已经是 太不把汉子哥放在眼里了 如果想 其实想逼闪的话可以换闪 就是闪现 就先一个大招 然后闪现拍碎 然后再一个二段大招 如果汉子哥 反应不及就被秒了 对 注意力不及中的话可能会被连死 但是你有这边是选择稳一手 没有闪换闪 小天这边在琢磨着 给上还是给先锋 还是想把先锋给上 我觉得给上好 肯定是想给天使的呀 毕竟这盘 最大的核数就是上单 眼未看到了 奥恩这边是没大招的 但是 小天好像不太知道这个信息吧 要过来推先锋 放先锋了 我觉得就现在放给汉子哥吃一口 也许也许蹲 都应比这个位置可能会被踢到 来看一下 西德拉直接是QR起手 但是小龙宝摸眼过去 没有第一天交Q 踢到了闪现Q 这样早正是一个必杀之局 而上面先锋放出来之后 感觉天使也吃不到了 万豪已经现一步来到了上路 这波东云币也是没机会交出自己的闪现啊 直接在QR之后 如果交闪现躲着 退散还有点机会 但是被推到小龙宝闪现跟Q 就没机会了 刚才安静应该是打了个信息差 就是他眼睛看到了小天往上靠的时候 他也提前感知到DWB也会往上靠 这条土龙方普拉斯 如果没有找到太好的机会 埋伏到人的话 应该是要放 这个时间点 西德拉 包括瑟提 芒僧这几个点的战斗能力非常强 而且厄非流斯 枪很好 嗯 往这一站 必须放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小天 应该要放了 我觉得小天可以直接去上 把上路一塔直接推了 看一下方普拉斯这边要不要 赶紧 果断的割舍吧 但是小天还往下靠 那这样上路一塔可能放 退不掉 只是吃一层塔 可能退不掉吧 但金皮哥也往上靠了 怎么说 表面的一个分线 右这边的话 只有陆生一人 那这样方普拉斯的中 也是有机会把上路给拖掉的 但下面 推到一个泰坦 泰坦这边 已经走到了自己很深入的位置 那上面的塔 最终还是方普拉斯 通过中路的支援 用一血塔去换第二只土龙的话 其实方普拉斯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受 逼近第一条风龙 自己拿下之后 离火龙 离火龙本清裁还远的 而且他是五度层防御塔 下路的 中路的话 嘎拉也是单吃掉 这个折径推塔 也还是赖 一流 很细节啊 以前是金克斯推的就快 啊 现在换人了 让塔再 十几个地 让箱子更难受一下 这盘 林卫翔也确实被针对了一下呀 捕刀方面也是稍微被压了一下 是 前期对象的时候一直搞了他两步 阿Q连线 但是没有人能跟伤害 硬币哥这个出装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对但硬币哥这个出装防守能力也很强 而且这出装很便宜 有没有机会开呢 拼成 拿枪逞到 哦 这边没有选择去开 感觉可以尝试一下呀 还是算了吧 真的感觉可以尝试一下 有机会把拿枪的闪圈比出来 小天的位置有点装是吧 确实有点 小天也是在硬装嘛 能拼一下极限拼一下极限打心理战 让你觉得我后面也有人 小虎这边法转鞋也做出来了 他没做出法转 法转鞋之前打这个有大声威的卡吗 没有任何的威慑里 对现在有法转鞋几乎可以抵消掉一些大声威带来的魔抗 对有了法转鞋 然后到11级有了两只大招 硬逼哥就没有那么狂了 就可能要担心一下 可能会被单杀的一个机会了 这样中路的RNG双人组加上芒僧正在选择推这个中路一塔 其实从目前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两边还是都能接受的情况吧 FUN PLUS天使发育还不错 然后RNG前面也拿到了一些优势 而且男枪发育也不错 男枪发育好的话配合天使这种 一个AD一个AP的输出 配合上一个卡尔嘛 对那奥恩的一个坦度 应该会有所下降 所以他这把出装也是要 奥恩这把出装也是要 加上优魂面具 现在对虾都有 深渊面具 泰坦蹲在草里 没有人发现他 嘎拉这边被发现了 直接是一套控制的联想 被泰坦拿到人头 羊没有完成回撞 反而是奥恩一闪而过 哇这波刘青松又再一次藏在了草里 给嘎拉来了一波恐怖游戏 恐怖游戏 这波感觉 有点大意 真有点大意 我觉得这就是没太久没打比赛倒的 对对对对对对吧 这这有点像打排位了 就是你如果很久没打比赛 你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就有点着急 一般一般情况下打AD打比赛的时候 你被秒多了 然后兄弟们都可能会提醒你一下 但是你刚上比赛可能 你没有来得及想那么多 对对吧 然后你没有太多的一个 一般你犯了失误之后 你才能复盘吗 对吧 太久没打了 我们的成功的经验来源于失败 我觉得ADC被秒的这种经验 确实是来自于这里 是啊 你死的多了 你就知道怎么样能不死了呀 看这波嘎拉明显是有点冲动 被蹲在草里了 刘青松抓了个正着 是因为本身 这个时间点抱团 本身是RNG该做事的 那前提是AD不能被秒啊 对 这样两只先锋全都被方法冲下来 火龙快刷新 这条火龙的话 主动学还是在RNG手上 但前提是视野 不要被四少这边找到很好的机会 再打一个漂亮的牵手 主要上一波把奥恩的闪现也打出来了 主要汉子哥这边闪现被打出来了 科技强刃 闪现过来捏响 开始绕到了身后 背回 有大招的 简直这边大招给你挡了巨多伤害 反而是南枪过来把小米给赶走 而且正面ON直接被秒 南枪这边大招做一下位移 嘎拉这边套区 交出一个闪现之后 这波又是RNG有点操之过急啊 我觉得急在于双C没到位啊 伤害跟不上啊 对 就是小虎这边在下路在往这赶的时候 已经打进来了 而且发PASS低身五人暴团 这波RNG主动打但是是宜少打的 这里中路二塔应该是 看下 听见听得很快 他还是要退一场 要点掉了要点掉了 南枪跟艾西还有天使三个人差太快 这样回去再去打火龙 再加上天使大家卡尔玛的大圣杯 阿易给带来的容错 包括回复 有一定的小回复 这波团RNG也不能放啊 要打呀 右这边有大招的 天使是没大的 就等小龙了 大龙的速度不是特别快 右这边绕过来 右脚大 位置很好 背质的召唤回翘 翘了一个艾西想杀艾西 但这个大的选择 感觉不是那么的好啊 反正是小龙宝被加进 右这边负责心 这边也要死 又轻松一块秒秒秒秒 这完之后有闪现棒 闪现棒又闪现棒 小明这边也要死 天使是没最后一把 再把他扇死 感觉这波团打完 出问题了呀 三爷怎么看 有点难受了 因为前面说了 RNG最现场的这个阵容 最强的一点就是 需要打这个火 我觉得这个羊 是不是真的有待商榷啊 这么说呢 我觉得是一个风雪学生而已 就是从刚才的一勺打多 包括到现在 RNG的一个 及时调整的一个 怎么说 一个态度 没有调整得太好 打得太急 哇 但这波打完汉子哥起飞 真的起飞 主要是汉子哥现在 没有什么压力了 他本身他需要 他发育的时候 需要兄弟们给他承担压力 但这两波都打赢了 那局面对方帕斯 方帕斯 方帕斯来说是很乐观的 再来到蓝 金泽拉抓走 小天不依不饶 还在追 一剑过来射到了 没有任何人能帮他解呀 没闪现 这样小谷运到死 而且正面外号为了保他也要死 这不还好是19分钟 不然我甚至觉得大龙都要掉 乱了乱了 乱了乱了 全乱了全乱了 没有hold住 啊 我觉得可能某根最紧的弦 从 呃 第二个先锋 从第二 我觉得是从那个第二局开始 就崩得没那么紧了 第二局的时候 对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 就是最紧的那根弦 可能在第二局输掉之后 就没那么紧了 打的也没有那么专注了吧 是这样五千块 但5plus一直很专注 嗯 这是没办法 就你通过他们的竞技状态 你看到前期 无论是 优势还是劣势 对 然后包括一些小的操作 小天的那个小走位 扭 推 然后下半区 立刻交闪 左万豪先交的闪 都是比较的 无非不抗吧 我觉得 就都是要那种极度专注 跟极好的经济状态 才能做到的这种操作 嗯 下半区 小天这个时候压两级 摁着打了呀 牛这边在吃塔下冰的时候 已经被删成了三分之一 左右的血量 现在放PASS 利用天使的点 开始分推了 然后就这个阵容 确实现在有点尴尬了 因为他们最强的那一波没打下来 现在就只能 稍微再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双C有了闪现之后 再重 呃 重上记忆吧 而且 从这盘开局来讲 就有一点失利的原因 就是 第一条风楼没打下来 是的 导致各种的压力 让FUN PLUS越来越小 我现在只能让一切 然后进入到上一局 FUN PLUS那个局面 就是对RNG来说 就是等对面低级失误 嗯 真的 但这把感觉更难失误 你想一下 主要是 天使卡尔玛怎么失误啊 跑得又快 然后即使被开到 还有天使的无敌 我说要等失误的话 只能等一手 汉子哥 也不给28开了 91开了呀 这是0.5 9.5开了吧 是 奇怪的曲线 对 上下 这把你应该 确实也没啥问题 对 这把你应该不会再成邪星了吧 我在想 你应该不会了吧 海格子产过来 一天不会重演两次吧 确实 这次小伞站在上下这边吧 那没办法呀 尊重客观事实 是 尊重客观事实 上把也是尊重了 被打脸就被打脸吧 下条火龙一分多钟 我觉得 RNG想翻的话 要 汉子哥给面子呀 汉子哥给两手面子 RNG还有机会 印象中 我们赛区 近期天使被翻的一盘 也是韩 不是 是对方是韩冰射到了天使 对 但这盘韩冰和天使 在一起 在一块了 现在翻帕拉斯就很舒服 我不做事 慢慢来 不做事就是 就是领先呀 我就等天使16级呀 不做事就是做事 他很有想法 这汉子哥 加皮啊 毕竟没死过 死了一次 应该就不敢这样了 但现在很难死 真的很难死 是的 来了 一箭中了小龙堡 烟雾弹勾 勾到大锅去了 正面先迈一个小鸣 而且大锅就说 还能追击吗 嘎拉被套上虚弱 这个原地闪现 已经有点被打崩了感觉 落下来的喵巫虽然撞了一个 还不错的大招 但是乌军一人面对三人 最终小虎在侧面 终于是推到南枪 把他收掉 但是现在场面上 已经变成了三人追着两人跑 有一个爆炸球果 点完之后再往对方的家逃命 而翻帕拉斯好像也没有想到 追到底 而是让汉子哥来到中路再高地 剩下两兄弟去打小龙 翻帕斯是想拳都要呀 有时候被发现了 勾了一下墙 这个时候队友紧急支援过来 还想拳都要 也想杀人 也想推塔 也想拿龙啊 定到 林伟祥这边先把指导给到 小龙堡踢到林伟祥 射到这个人头 多云币再过来 但多云币这个时候没有R 而且小明来了 但汉子哥赶到战场 汉子哥这个时候应该像个战神啊 接手了 接手了 这一切只需要看天使如何一巴掌一巴掌的拿到接下来的这两个人头了 这波汉子哥直接起飞 中路推到高地塔 又过来接管两个人头 一波团打完 伊米哥的输也从九层变成了二十三层啊 厚厚的 这个 已经接近毕业了 是 再看一下吧 也没办法了 这种劣势 我觉得真的是没办法 小明这下不卖自己都是死打野 是 是没办法的 嘎拉这个闪现也超之过急了 光芒之中闪到了原地 好 而且我 确实原地闪现了 但是小天这个伤害也太理解 那必须的呀 我甚至都觉得这局 就虽然他死了在MVP很有可能还是他的呀 嗯 对吧 你想一想他的功夫 然后他就我身边都感觉 他第一条 风龙 包括第一个 这把泰坦 泰坦也有可能拿MVP 对 泰坦 确实 就野辅 野辅抓机会能力 包括就那个敏感的点 抓得特别的好 是吧 汉子哥说实话 兄弟们给舞台自己就上去 把该干的干了 汉子哥是最混的那个点 那野辅得这么说 对吧 嗯 开玩笑的时候嘛 但确实对线的时候也被压刀了嘛 好 现在方巴斯就是C1分推加B大龙 打大龙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有香炉有两个射手 看汉子哥这是不是药都喝上了 觉得 这推卡速度 对呀 这药都喝上了呀 现在 来了 交闪左洋 因为队友在打大龙吧 是 我想是 大龙应该有了 对因为自己影响到这个龙buff的过局 来了 现在很多人来围剿汉子哥了 那汉子哥这边很敏锐 三人围剿 我感觉要被换啊 他16级了 撞车了 哎 两兄弟干了 感觉要没了 哦 汉子哥这边还好是 小龙保了他 但小龙不太敢上 而且正面小虎被黏住 对比闪下过来 保证链子迁到 下面已经换掉一个了 一打三倍反杀一个 而 中间也是近乎于 一边倒的追击 是 中虎被留住 那这样应该有机会一波 看一下推进那个速度吧 虽然我们没看到下面发生了什么 但用脑补的也知道 应该是这个天使 三下五二直接删死一个 是 够到奥恩 奥恩这个一技能 撞在了自己的门压塔上 南枪这边又一个闪现过来 一枪两枪中了一箭 三枪 小天又收一头 最后在塔下的奥恩应该也走不掉 苏宇敏拿到这个人头之后 打出团面 方克拉斯在第三局 通过非常令人窒息的节奏 拿到比赛的胜利 当然 快速滚雪球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第三局 RG 依然没有从第二局 那个比较着急的心态中调整过来 出现了几次 在我们看来可能 不应该开的团 然后包括 小散一直提到 第一条风龙的重要性 对这个阵容 哇 只能说 再恭喜啊 再一次恭喜 凡普拉斯同时 RG今天真的有点可惜 确实可惜 我觉得真的最可惜的那个点 就是 你明显感觉是今天的胜利 可能在一个半小时之前要拿下了 然后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还是心急了 真的心急了 对 可能最近 确实整个队的状态 一直在调整的过程中吧 希望盖拉加入之后 今天复盘应该能学到了 能学到很多东西 就能找到自己这段时间 可能没上场 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然后尽可能把它克服吧 对 我觉得第一局的发挥 其实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 尤其是全队的一个状态 如果今天 RG能够一直打出第一局的那个表现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RG它 节奏的副盘 其实不用很多 但是我觉得就是 说重点 个人的失误 减少个人的失误就可以了 我觉得RG整体的一个节奏 都蛮不错的 前两盘都是前期优势 然后这一盘的话 也是想尝试前期打优势 只不过确实没有发挥好 对FUN PLUS来讲 我觉得第三局 是最FUN PLUS式的那种 游戏的演绎 对吧 就是我前面 在本该可能烈士的情况下 我突然找就碰到一下 然后我的角度一直很紧凑 就趁你命要你命 对 并且只要你就还是跟第二局 有点很像的就是 你前面有点那些 你千万别急 你跟我打 你急一波对不起 我就一定会把优势拿过来 我就有咬住这个机会了 对 汉子哥 山的奥恩 把伤害打到最高 他这场其实大家伤害都很高 是 南枪也挺夸张的 我觉得其实南枪这个伤害 是实打实的很多的重要伤害 对 因为平时他没法蹭伤害 对 汉子哥和韩冰的W都可以蹭一蹭 但南枪就实打实的冲进去 这里是找到了一个思路吧 埋伏到了银币哥去上路支援 埋伏的很不错 然后这里的话 就是没经验 我觉得吧 你有在那个位置没去探草 也是给了一定的假象 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问题 就这波 真的太急了 对 这波的话 小虎都没在 小虎第一下赶不过来 然后 虾子好像也不在 虾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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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小虎的伤害不在吗 然后这是那一波之后 立刻又打了一波 很奇怪的 这阵性非常差 就是急 阵性太差了 你开可能开的没有那么好 但也不是那么差 但是你阵性拉的太远 被动的分割了 然后那一剑 射到了 新的拉 确实这个死角 也没办法 也挺难走位的 说实话 好像都死了 小龙宝 回来救队友也死了 那这里就已经确实 是打不了了 经济已经拉开很多了 这里防守的情况下 也没有操作的很好 都全乱成了一波周 对 这波我还没看到 看他怎么换了一个 对 小龙宝可能会第一时间 想去踢 可汗 可汗扭到Q了吧 看一下 哇 小龙宝没有Q 就直接W上去了 没想到 差点换去 对 该拉也差一次血 嗯 那同步进行的就是这里 闪现亮道小虎 这场赛后 我们贡献值上最高的是 来自小天 其次是多云币 以及领先的 嘎啦 包括Niu 啊 今天的贡献码前三分明是 小天 多云币 以及 这个叫松松的欣赏人 啊 确实 今天 有点霸宝 哎 你看果然排在第一名 哎 霸宝了 这个是 音离离 是吧 嗯 然后贤口酥饼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是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我感觉应该是本人 哈哈 很有可能啊 我觉得是本人啊 对吧 尤其是今天 老老搭档 嘎啦 打比赛 对吧 支持一手 对 没什么问题 虽然输了 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 对吧 今天起码回到了赛场 嗯 然后就有机会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啊 而且都是未来可期的这种战队的氛围 对吧 一个在老干丁一个在安基 可以 是吧都很舒服 那叫什么 我们在底端分开 然后在顶峰在相遇 相遇 我说回来这场我觉得MV 就野斧看看给一个 野斧没法 不会给天使了吧 不会吧 补助补助 没问题 没问题啊 这把也是干了常规操作 好吧 对于思绍来讲 对确实是对于思绍来讲 真是常规操作呀 他这个太太感觉这赛季就这种操作 教科输 常规 对抓机会能力确实是教科输几别的 嗯 完美的UKDA 泰坦辅助杀了五个 杀疯了 优势大呀 确实杀疯了 辅助杀五个 又是个泰坦 是的 杀疯了 真的再恭喜 帆帕拉斯在今天取胜的同时 也好取了三连胜 就像DWB自己在直播中讲了 就是说可能从春天季后才开始 他们觉得自己的状态一直不是很好 但是他们现在在努力的调整 对并且希望在这个夏天能够继续恢复到 可以说世界冠军的时候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调整得很好 就从前两局劣势那么大的一个劣势表现来讲 我觉得他们的心态特别好 是的 那采访已经准备就绪了 给现场听听帕拉斯队员的赛后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来到我们的赛后采访 我们邀请到的是小天和林伟祥 来接着我们的采访 先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帕拉斯达野天 大家好 我是帕拉斯AD林伟祥 好 欢迎二位 其实今天是让一出二 而且第二局是一个翻盘局 想问问现在打到现在拿下这个BO3的胜利 我也感觉怎么样呢 因为是翻盘嘛 所以比平时赢得更有感觉 就激动一点 更加激动一点 那翔哥呢 我赢得挺开心的 就感觉第二局已经挺能打 但最后赢了 就赢了就挺开心 非常的开心 那今天其实可以看到第一局的时候 对面拿出了一个就是支援的 而且凸脸的阵容嘛 我相信应该翔哥就是 作为AD的位置 是不是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难受 所以你们第一局结束之后 有做什么样的调整呢 教练有跟你们安慰什么样的话吗 没什么调整嘛 就第一局有点可惜吧 就打的就团战大家配合不是很好吧 就比较可惜 比较的可惜一些 那今天第二局说到翻盘 我相信所有的人都看到了 小天的那一个南枪抢龙的那一幕 当时你是怎么做到空中抢龙 然后潇洒的灰灰衣袖 离开龙坑丝毫无伤的呢 当时就尽量冷静一点嘛 然后当那个龙还有两千血 然后我不想早点被瞎子踹出去 然后我就跟他在那里绕 然后最后就是把承接QR都用了 就近人事要看运气 近人事看天命 那今天第二局 我相信其实你们在前期也是一直在部署 有下落的四包二的一些打算 但是两次的四包二好像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能不能说说就是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导致可能下落的这个四包二效果不好呢 因为就是我们选择的时候感觉就没有考虑好 考虑好吧 就选择英雄就给的压力不够吧 那觉得压力不是很够 那我想问问小天你觉得在什么时候 你们是心里大概有一些数说 我们今天这一局其实是可以翻盘的呢 在哪一个时刻 就我们拿掉大龙的时候 对面过来追了 然后我们又杀了两个人 然后后面那个时候就觉得 对面应该很乱了 然后我们就很有机会翻盘 可以给打野吧 抢了那条小绒吧 挺关键的 还是要给到小天 那我们今天第三局可以看到 就是在第二局的翻盘胜利之后 感觉第三局就催库拉朽 而且状态得非常好 拿到了你们非常非常 就是熟练配合的野合的阵容 我想问问小天你的心中 像你们的这一套很成熟的体系 你觉得你们已经修炼到几成了 如果十成是满分的话 我觉得七八十分吧 满分一百的话 就其实我们打的都挺好的时候 就不用管选什么阵容都可以赢的 只要自己状态好 就可以拿下胜利 那我也想问一问林伟祥 就是今天第三局的时候 可以看到 就是你们在峡谷先锋那一边 就是刘青松有在那埋伏 当时是你们有在沟通好 说让他在那埋伏对面吗 没有吧 就是站上等着 然后有个哥们就走过来被秒 所以是对面走到脸上 没有办法了 所以就是接了一下 那今天你也是拿了三局的寒冰吗 你觉得如果要评价的话 你觉得自己最满意哪一局的寒冰 今天三局打的都差不多吧 就前面放个一年给打野探探入 然后就有个大刀 没有做什么事情 觉得自己只是普通的发挥吗 那如果说今天在跟就是RNG 自己心上的这一位个二二选手对线 你觉得跟他对线感觉怎么样呢 他打得挺好的 打得非常的好 给到了很好的评价 我也想问问小天就是 今天在赢下这局比赛之后也是三连胜了嘛 现在你觉得队伍的状态恢复的还不错 有没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话呢 因为大家其实也是蛮关心 你们的状态能不能就是恢复的像之前那么好 我觉得我们的状态就一般般吧 然后就大家还在找回以前的感觉 然后也没什么好安慰粉丝的 就是大家都在努力就这样 那今天看到就是贡献榜上 其实是有一位选手在给你打榜的 就是我们喀哥 但他好像很博爱给很多人打榜了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感谢他吧 没有他这个助力 应该今天发挥的不会特别好 然后回去会给他再补一个 回去给他再补一个 好的好的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小天 也感谢林伟祥来一次我们的采访 我们今天的赛号采访 到此前告一段落 好 感谢于双和这个两位选手 我比较同意你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即使在第二局出现了 比较大烈士的情况下 其实今天我感觉发发状态还是很好的 对 就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烈士 所以他状态不好 你要看的是他的烈士情况下 他的处理 而且方巴斯明显知道 就是这个赛号采访 他知道烈士的原因在哪 是的 如果一个队伍知道自己输在哪 自己烈士在哪 我觉得很好去调整 尤其是强队 RNG我觉得复盘的点 其实今天也不是很多 就个人失误减少一些 我觉得接下来的话也是非常人期待的 是的 那今天也是看完了两场精彩的BO3 来看一下今日赛果吧 嗯 首场啊 目前联赛排名第二的强队V5 是战胜了E-Star 2-0 现在春夏你我角色互换了 是的 确实E-Star也需要回去多调整一下 而第二局当中 RNG是1-2 不敌FUNPLUS 也是把自己的战绩来到了4-4 作为这个目前积分榜只有第9位的队伍 要继续努力了 本日战霸 涛博 威武FUNPLUS和京东领跑积分榜 而DMO和RW 依然在倒数第2名 那指得一提的是 今日过后 我们的赛程也将正式过半 随着17支队伍单循环的赛制以来 这个能否进入季后赛 将会在接下来集中当中的这个角逐越来越激烈 也想大家继续期待接下来的比赛 而明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第一场由W 对上DMO以及第二局京东Gaming对上EDG的比赛 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明天的LPL 那同时其实今天晚些时候 依然会有这个饭堂周末夜 因为已经来到周日了 老哥也会来去参与一下 是 这段一会儿留在饭堂说 还有很多 这个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想跟大家说 有故事要跟大家报备 可以 那我们也是五周战霸 对吧 我觉得到目前来讲 可能完全没让我想到的 应该是V5现在这个位置 是 V5这确实 你本来垫底的一下到了第二 对 但其实RNG这个位置我也没太想到 就现在已经被挤出了季后赛的第九了 对吧 但我觉得RNG它整体的状态 它没有 我觉得没有散 我觉得没有散 在饭堂见 各位拜拜 拜拜